这个清单点击它,它会跳出来 然后如果你点击其中一个足球 下面会改成足球 点击棒球,会有棒球 OK,这个是Spinner的效果 但是跟那个2.X的版本 就是之前就的版本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但是使用起来差不多 那可是会有同学会想说 老师很奇 那怎么那个 因为它好像摆在这边 而且这个又不明显 是不是说可以把这个字的颜色 或者字的大小稍微变更一下 比如换个颜色 假设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红色的 甚至是跳出来这个清单 我可以换个颜色 那当然这个地方是可以的 可是其实会比较麻烦一些些 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答案 如果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大概几个步骤 我刚刚有在云端上面给各位看 一,请你先在什么 这个string点两下 把云端上面的东西贴上来就好了 当然如果你要改变的话 自己再把这个地方稍微修改一下 也就将来这个下拉清单的来源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什么 在这边建立 这是最简单的 OK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你直接在你的界面上面 我刚刚也是一样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直接把它贴上 Test 直接从我们之前的原始码直接贴上 那里面的话呢 我想流程都差不多了 一定是一个linear layout 然后底下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会有个Test TestView 1 这个不改名称 会有个Spinner 然后一个T01.test 那比较特殊的就是说 那个Spinner上面有个属性 我把它变更 拿一个属性 各位可以发现 主要是这个Entries Entries这个属性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你用选取的话 可以在那个Entries往下拉 一开头了 这个属性 你把它点击旁边有个按钮 它会跳出来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呢 在你的那个清单里面呢 会有一个让你可以选择的 Entries的话 你可以选择你这个专案里面的 哪一个那个 就是你刚建立的 我们有建立一个Ball 所以你这个地方的话 往下找 你会可以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那个在 这个不是Color 应该是在我们的Street里面 这个Street里面 Street里面的话会有个Ball 你就把那个Ball给选起来 它是 跟着一下 应该是Street Array Street Array 我看一下是不是 Street Array System 这是系统的 应该是 ID 是不是 Ball Ball 这个位置又换了 这个等一下再看一下 那也就是你把它找到 那个Array的 这个 它是一个 这个Array 在Array里面的 那个类别里面 有个Ball 那找到它之后的话 清单就可以把它加进来 也就是前提 你必须要签一个Street 总共这四个 它会自动帮你加进来 如果你不用那个Street的方式加的话 必须要在我们的那个程式里面 加一个阵列 那阵列的话呢 当然 我觉得方法一定会比这个还麻烦一些些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去执行它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界面大概是这些 程式的部分的话 不外乎就是几个啦 我想这个部分 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说 它里面一定是宣告 连结 再来就是说 建立那个事件 事件特别注意是 那个Unitem Slate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Unitem 这个Unitem Slate 被选取的时候 那你做什么事呢 Unitem Slate之后的话 那一样 特别注意 如果将来呢 你做建立事件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 直接怎么样 New一个 在哪边呢 Spinner上面呢 增加一个一样的名称 Unitem Slate 的Listener 一个小刮弧 一个大刮弧 然后游标放上去 按LT加Enter 它会自动帮你 implement这个Mensure 就是说呢 自动帮你把这个方法给做完 OK 特别注意 那这个跟前面是一样 所以以后建立那个方法 建立那个 事件的里面的那个方法 我习惯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当然在那个属性里面 有一个 有一个可以设定的地方 不过我还不太习惯 用那种方式 这个方式我觉得会比较 简单一些 那把它点两下 这个时候的话 按OK 它会自动帮你把那个 其他的程式帮你写完 那因为呢 它这边的话呢 有两个方法必须要做完 Unitem Slate之后 你要做什么 Unitem Slate之后 做什么 那因为Nitem我不需要实做了 我只要去实做什么 当它选取的时候 要做什么 那当它选取的时候 我就是什么 在那个画面上 T01那个东西 把它更新为 最喜欢的球类运动 是我选取的那个项目 那我怎么知道 它选的是哪一个 特别注意 它传进来的参数里面 Int这个哦 特别注意哦 这个I就是指的是 你现在选取的是第几个 它编号一定从零开始 如果它选了篮球 那这个I里面的值就零 第二个就是一 二三 那我们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从清单里面去抓 我们要的 就是说呢 第几个 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从I里面的值 去判断说 它到底是抓哪一个 I的值 所以我这边是I 或者是UG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 就是你可以利用什么 用Spinner 这个Spinner里面 用get get的方法 去找到什么呢 slade item 就是被选取的 那一个item的项目 是什么 但是特别注意 后面一样要把它 转成swing 转为swing之后的话呢 再丢给testview 让它显示出来 所以最后看到的结果 类似像这样 点击其中一个 那下面的话就是 最喜欢的球类动是什么 OK 点击这边 最喜欢的球类动是什么 但是呢 这样的界面呢 虽然应该已经做了 是可以walk了 不过就有同学会觉得说 这个颜色 感觉如果说 这个颜色假设好了 我把它变红色会更好 可是要把它变成红色的 你可能第一个直觉会想说 那是不是说呢 可不可以在那个 我们的画面上面 直接找到它 它里面像以前testview是有什么 它叫testcolor 有没有 那这里面有没有testcolor呢 找到t 它只有一个叫test 什么 alignment 就是对齐方式 可能靠左啊 靠右啦 自中啊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它没有什么testcolor 那在spinner或lessview都一样 这个后面有个叫lessview 你要变更它的颜色 我是觉得还颇麻烦的 什么意思 你如果要变更颜色 你还要建一个view给它 建一个view啊 这个view的话就有点像版型 你要建一个版型 样板给它 你要变更的是 那个样板的颜色 然后再把那个样板的颜色 放到这边来 那你就头很痛 那那个样板 你必须要额外建立 也就是在这个layout里面 layout底下 必须要建一个样板 那这个怎么做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在那个云端上面 有建 有稍微说明一下 就是如果说 你要把spinner变为红色 你必须做什么 一 建立一个样板 也许叫做这个名称 simple spinner item OK 里面的话呢 去变更它的text color 变更的话 不是spinner本身 而是样板本身 再来的话呢 做完之后呢 再去 把那个什么 当建立方法之前 你还要再去建立一个adapter 这个adapter 建立之后呢 丢给那个spinner spinner才会变颜色 不然的话 没办法变颜色 还蛮麻烦的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那个spinner部分先做出来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让那个spinner的颜色变更 各位可以在那个 其实在sdk的目录底下 这个sdk的目录底下 有蛮多东西的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去 在sdk的目录里面 稍微去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其实它里面还蛮多资源的 其中有一个叫pattern 这个pattern forms 里面的话你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基本上它就有分成 android15跟android21 特别说 15的话 基本上好像印象中是2.4 2.4 我们是 这2.33吗 4.03 这个好像是最新的版本 那我们 我们现在的这个4.03 是android15的版本 那基本上 它那个版型 是放在哪里呢 它有个固定的版型的 那个范本 那这个范本的话呢 是放在这个pattern forms 我是4.03的版本 然后底下有个data data底下呢 有一个resource 在这个layout里面 就有所有的那个 你需要的版型 那这个其实也不好找了 其中有一个 在spinner 所以你打一个s 或者快速打sp好了 往下找 它会自动怎么样 跳到那个s开头的 那其中有一个叫什么 simple spinner item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版型 那如果说 这个版型其实也蛮麻烦的 就是说 如果你要建一个版型 最简单的方法 那你直接从内部 它android里面取得 比较没有问题 那使用的方法 特别重要 你把它ctrl c 复制之后的话 你再贴到那个layout底下 在我们这个layout底下 把它贴上 贴上的时候 它会问你说 你这个板型要叫什么 那我们用预设的 叫simplespinner item 它副档名是xml 按ok 再被注意 因为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 如果你要去修改 那个spinner的颜色 最简单的方法 大概就只有这样 因为它这个没办法 它有固定的规范 那如果说 你要修改它的颜色 请你切到design这个地方 它里面会有个预设的一个view 这个view的话 就testview 名称叫test1 如果说你要修改它的颜色 请注意 是在这边修改 那我把这个颜色改为什么 改为红色好了 点击了 那这个修改颜色 我觉得Android Studio 比Eclipse来得高明的地方 这个算是 比较好 因为以前Eclipse 要自己打颜色 但是 那个Android Studio 它里面可以调颜色 然后呢 你可以调 A的话指的是Alpha 就是它的透明度 RGB 如果你要红色 你干脆就打255 然后G是0 假设我今天是这个颜色 00 好 它会帮你产生一个这个啦 16进位的一组数字 OK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那这个第一阶段呢 只有做版型而已 第二阶段 你还要再把这个版型 套用在Spinner上面 那怎么套用 特别是第二阶段 第一个你要先记得 就是先把那个 我们的 这个路径 可能稍微要注意一下 这个路径 到这边 Pattern Forms Layout 找这一个 复制贴过去 第一个完成 第二的话呢 城市部分的话 我们需要 几段 就是这一段城市 总共会有三行 那这三行 其实是做什么 先建立一个Adapter 这个Adapter是连接器 里面的话 它会跟你要三个东西 一个你的画面控制器是谁 一个是你的资料在哪里 一个是你的版型在哪里 那我们的版型是点什么 我在我的这个根目底下 会有一个simple 往下找 这边 simple speed item 所以会给你一个C M V 其实是MVC 我不知道各位 了不了解 它其实就是遵循 MVC架构 它会跟你要三个东西 这个是C Controller 这个是M 是Meta 这个是V 实际上就是一般的MVC 所以其实Android 它也是遵循 这样的一个结构 只是要跟你要三个东西 那你要给我 给它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 在Adapter里面 有一个叫 DrawdownView Resource 这个也是要一个版型 不过这个版型 我们用Android内建的就好了 不过你会发现 到底Android内建的 跟我们提供的有什么差别 就是在这里 如果是Android内建的 前面会多一个Android店 R OK 那别之后 R就是那个Resource总管 对不对 那如果前面多一个Android 是Android内建 就是我们刚刚去找的那个东西 那如果说我们自己提供的 前面就没有Android OK 所以没有 OK 好 那所以 你将来如果要把那个Drawdown 也把它改颜色的话 其实也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一个 从那个Android那个范本里面 怎么样 把它抠进来 修改一下 把这个Android 这个Delete掉 那你就可以修改 那个下拉清单 那最后记得 再去SetAdapter 把上面这个Adapter 再丢给Spinner 它就重新怎么样 把版型 把资料 通通放过去了 好 那放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它有两个步骤 执行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执行完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本来那个 我们的那个Spinner 本来只有黑色 那如果说你没有做错的话 基本上 你的那个字的颜色 就会被变更 那当然你想说 字的大小可不可以改 一样嘛 你就去改那个Text View 也就是将来那个Spinner的颜色 字的大小 都是根据那个版型而来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来试一下 另外那个 刚刚有那个 本来要选那个Array 就是Array那个Ball 我发现那个Array 它没有提供那个 下拉选单 那那个部分变成 你要自己打了 我发现它没有可以选 找好像没有像那个 Eclipse里面 可以去选Array 但Android Studio里面 就没有 所以怎么办 那个Array恐怕要用自己打的 Stream可以 但是那个Array 因为我们就在门上 又没关系 就能够 尝试看 这边的 明镜 有钱 就是 我们这边的 我们这边的